明星赛的数字出来了 第一场是吸引了33688人进场 是堆高中值的记录 而这两队的阵容心度满满 最受瞩目的就是今年要退休的 中信兄弟球星周思琪 他真正中值20个球技 在选手生涯最后一届明星赛 特地是穿上菜鸟时期成泰Copros的球衣 勾起很多资深球迷的回忆 星光熠熠的中值明星赛 周末夜热闹登场 第一站是33688人进场要嗨翻大巨蛋 也再度堆高中华职棒球迷的进场记录 12强台湾队推派出 而今年就要引退的周思琪 担任明星队的开路先锋 一上场就有话题 周思琪这件球衣 郑教练这看起来应该特别有感觉 过去承戴Copros时期 这也是中心球团的巧思 征战中值20个球季的周思琪 今年即将退休 在他球员生涯最后一次的明星赛 特地穿上他菜鸟时期85号 成泰Copros的球衣 勾起了资深球迷满满的回忆 两号球之后 周思琪这一帮打到了左半边 周思琪往边线附近推进完成了接杀 对决神败古林瑞扬先离后兵 但是队友林安可可就没那么可气 林安可在一个球来看一下 飞鞋距离够不够远呢 在中右半边过去了 拳雷打 林安可一棒两分轰炸大巨蛋 虽然不是在统医师 但是庆祝的跳舞环节 还是不能少 而受到跳舞姻缘 台岗雄鹰叶宝蒂的登场 让全场再度掀起高潮 一年一度的明星赛充满欢乐气氛 就是要让三万多名的球迷 尽情享受这一场棒子盛会 欢迎新闻杨教授报道 哈喽 我是林传佩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士新闻的YouTube频道